你好,欢迎收看12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苏目年终,光复乡公所推动地方建设不停歇 乡长林清水上任以来就积极推动改善狮子森林公园场域 打造光复乡的新门面新异象 获得观光局花东纵管处的支持协助 召开工程规划说明会后 将投注2000多万元协助地方重新整顿 光复乡公所计划让马台湾桥南下 往吉利潭方向的狮子森林公园重新整顿 成为光复乡新的入口异象 同时也成为知名的吉利潭油漆区的新门面 获得了观光局花东纵管处的支持协助 是我们连接到我们吉利潭一个中途站 所以整个在动线也好,安全上也好 他们的纵管处都帮我们规划好了 我们真的谢谢他 为了让狮子公园改头换面 观光局花东纵管处也赶在跨年前倒数第三天 邀及顾问公司及商长林清水 共同召开工程规划说明会 就重新规划整顿狮子公园 以及计划证明为马台湾公园等议题 进行说明、讨论、交换意见 光复乡的北边的门部 它也是进入到一级南九地区的一个入口 可是这边会有个法夹湾 中管处召集我们柿子公园的新的规划 然后我们可能后面会改成马台湾公园 最重要是说把整个里面的公厕、动线 还有入口的地方再给它迁移 那么希望它建立一个有原住民、原树、味道的一个地标 让人家一过了马台湾桥下来、染下之后 马上看得到我自己来到光复乡 观光局花弄众管处同意意住2000万元左右 协助地方加强改善狮子森林公园、设施设备以及景观 若没有问题,110年度就可以推动执行 而治愈园区洛宇松、张树、乔木等都已成零 乡长林青水经部表示 除了洛宇松限地保留 其他数种也将会移植到它处 记者11月蓝光复采访报道